recording in progress 大家好 这里是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 今天讲的是声代发音能力与气息的关系 Jude和Mookie 他们认为一个歌唱家必须要有声代边缘如意变薄的能力 他才能安详地应用发低音的气息 发出弱音量的高音 不然的话 每唱到高音 他就必定要用很强的气息 才唱得出声音 而这样用强的气息 他也就只能大喊 不能唱入 据他们的观察 当一个歌唱家由低音的C音转唱上高音的 嗨C音 如果其声代按情形变薄 其呼气强弱的情况就可以不变 其声代如果不按情形变薄 那其呼气就要增强越60倍 才能促使声代正常震动发音 喉机调节声代发音的工作规律 知道了歌唱时 喉机调节声代发音的原理后 进一步我们就详细地讨论 发不同音高的声音时 这些有关发音的肌肉 实际上是怎么协作进行工作的 上面说过把声代拉紧 主要是靠缓甲机与甲批裂机相对 对抗用力 促使两声代靠拢 则是靠批裂机群 包括批裂机 缓批裂侧机 与缓批裂后机等等的力量 散音科学家们认为歌唱时 喊代的发音情况 所以能随着音高 有种种的变化 都是由于缓甲机与甲批裂机 两群肌肉工作时用力情况 有变化而造成的 不但如此 在发音方法正确的情形下 它们随着音高变化 其用力情况有一定的规律 即在调节声带 发一定音高的声音时 它们彼此之间用力的程度 有一定的比例 根据史坦利斯实验 变化的规律 第一 用较弱音量 唱低音区声音时 拉紧声带的缓甲机群 比较用力 根据史坦利斯观察 一个歌唱家 如果用健强的唱法 从最低音唱到低音 一开始发音 管甲机群就比较用力 开始发音之后 在一定音高范围之内 管甲机群用力的情形 保持不变 而音高的变化 是纯由 匹列机群用力情况 即促使两声带靠拢力量的大小 有变化而造成 在此阶段中 发的音越高 匹列机群 区列用力 高音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单靠改变 匹列机群的用力 已不能有效的 其改变音高的作用 匹列机群 就固定在一定的用力程度 而让缓甲机群 改变其用力情况 来代替它 造成音高有变化 这里也有图显示 第二种情况 畅中音以上的音 总是匹列机群比较用力 但每次声带发音方法 有改变 比方由拉长变为缩短 或由整体振动变为边缘振动 或由边缘前后一样靠拢 变为边缘中间部分不靠拢 缓甲机群与匹列机群 这种肌肉用力的比例就有变化 变化的规律是 第一 在由低音转长中音的阶段 当声带由拉长变为缩短 缓甲机群的用力就大大减少 因为缩短声带 有助使其振动体变小的作用 在匹列机群同样用力的情况下 当把声带缩短 无需增加其张力 就有提高音高的作用 此刻要保持音高不变或少变 未有减少缓甲机群的用力 一方 这个书上也是有图 来显示出缩短声带的姿势 发中音的呼机用力情况 在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 在由最高的低音转唱最低的中音这一段 同样音高的一个音可用发低音的拉长声带法 也可以用发中音的缩短声带法 但侯机用力的情况不一样 用拉长声带的方法是缓甲机群比较用力 用缩短声带的方法 这是匹列这群比较用力 据观察 这样把侯机用力的情况改变 来调节声带的长短 不断改变声带的发音机能 还造成发出的声音在音质 音色上有变化 同样音高的音如果用拉长声带方法 发出来声音一边比较粗重 且因发音时漏气的成分比较多的关系 带杂音也比较多 如果用缩短声带方法发出 则比较脆量 而带杂音较少 第二小点 在开始用缩短声带方法中唱中音的一段 缓甲机群有拉紧声带作用的肌肉的 用力情况比较固定 音高的变化 使匹列机群用力情况有变化而造成 第三小点 当唱到单独用加强靠拢的方法 不能再有效的提高音高的时候 匹列机群就停止增强用力 而让缓甲机群用力来帮忙 持续把音高提高 可是同样在促使声带张力增加以提高音高 在这个阶段 缓甲机群的工作 同以前唱第一时是不同的 唱第一时声带是拉长的 要在声带拉长的情形下提高声带张力 缓甲机需比较用力 在这个阶段 声带是缩短的 而要在声带缩短的情况下 提高声带的张力 则甲匹列机要比较用力 甲匹列机在声带缩短的情形下用力收缩 不但能促使声带张力增强 还同时能促使声带的边缘变薄 前面说过 甲匹列机的恒纤维用力收缩 有促使声带边缘部分变薄的作用 声带的边缘变薄 声带震动的体积就可能变小 声带体积变小 发高音就比较容易 在这个阶段 增加缓甲鸡群的用力 能非常有效的提高声带 发高音的能力 第四小点 倡导相当高的音时 如果不用增加缓甲鸡群 用力的方法来发音 改把缓甲鸡群用力的情况固定 用加强声带扣拢个力量的方法 也可发出一种 清晰类式笛子的声音 也就是消音 由于声带比较放松的关系 发此音时 两声带的前部和后部 虽然紧密靠拢 其中间部分是被吹开的 而声音也是由于空气 通过吹开的动之后 在喉事中旋转产生的 根据音响学 空气这样旋动产生音高 直接决定音高 有三个主要的因素 就是声带被吹开形成的动的大小 动以上的喉是容积的大小 发音时呼气的强弱 三指之中的任何一个有了变化 音高就有变化 我们知道 在发这种声音的过程时 声带所以被吹开成一小动 是因为它挡不住当时的呼气 可能要被吹开的程度恰当 使形成的动大小 适合发一定音高的声音的需要 并非随便把声带调节就可以做到 挡气的力量太强 声带就可能不被吹开 不被吹开而发音 就是上述 声带本身震动发音的方法 挡气力量太弱 只声带被吹开太大 声音就会变得虚弱 音调就不准 甚至可能发不出声 故声带挡气力量的强弱 与当时呼气气势的强弱 要按音高的情形 保持一定的比例 再进一步分析 声带挡气力量的强弱 不仅决定于当时声带张力的大小 与两声带扣动力量的强弱 强弱 同时还决定于这两种力量 彼此之间取得平衡的程度 比方单独有拉的方法 把两声带张紧 而不处死其靠拢 是不能产生多大打气作用的 倒过来说 如果让两声带极端松弛 而拼命令其靠拢 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如果因声带太松弛 不管其后部如何靠拢 其中间一段总会被吹开 被吹开也就挡住气 就是说按理分析 两声带扣拢力量的增强 必须要有声带张力的配合来 增强来配合 才能产生增强挡气作用的效果 可是理论上虽然如此 实际上在歌唱发音的过程中 并非每发音都一定要 环甲肌群与批裂肌群同时 同样增加用力 才能获得上述 增强挡气的效果 我们知道环甲肌群的用力 是仅有提高声带张力的一种作用 而批裂肌群的用力 则不但有促使声带 两个声带靠拢的作用 同时还兼有提高声带张力的作用 这说明在用声带中间部分 被吹开成一小动的方法 发高音的开始阶段 只要单独加强批裂肌群的用力 就可以用同时增加声带张力 及增强量声带靠拢 而获得挡气力量的增加 使音高变高 第五小种 用声带中间部分被吹开的方法 倡导一定的音高之后 即到了单独靠批裂肌群增加用力 也不能有效的 在提高声带张力的阶段 要继续把音提高 就需再令环甲肌群增加用力 直接拉动声带来帮忙 因为单靠拢拢来提高声带张力 这作用是有局限性的 在两声带以靠拢的情况下 再增强批裂肌群 促使两声带靠拢的用力 是不能按比例增加声带的张力的 此刻如果环甲肌群不用力帮忙 声带就会过分被吹开 而形成太大的洞 形成的洞太大 发出声音就枯须无力 高音就上不去 形成的洞大到一定的程度 声音就可能走低 偏低 或甚至发不出 这里是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 林俊清代辅助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